大家好,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回去 因为腰痛得不得了,所以我就出来走 今天饭都不能煮了 我只能走在这个普通村的商场 逛一下,溜达里的 今天晚上不能给小孩子煮饭了 所以我就交了一个外卖 香港的外卖都挺贵的,72块钱一只 没办法,我只能教着小孩子吃 宁可我不吃,我也得给小孩子吃 小孩子现在长身体了 所以说我受多大的痛苦 都得自己顶着 他笑不笑顺我,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尽量做到我自己 我尽量做到吧 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 没有为我做到任何事情 我是在满山遍野跑的情况下长大的 我受那些苦啊 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呢 都想不到我受的苦 就是说我的抗压能力是特别大的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分分钟比北京的张扬还要大 我现在就是说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受迫害了 当时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自己那时候还年幼嘛 不太清楚 当我回忆起一些往事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啊 原来我可能真的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 我就知道我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 不一样的基础是什么 不是我 是最占优势的 是我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 我在大林市那个西港区水仙小学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住在那个西港区的凤零街 四十七号 那时候和奶奶爷爷 爸爸妈妈一起住 那时候在那度过了小学生活 我小学那时候画画挺好的 体育也挺好的 但是学校有什么机会啊 从来都没有我份 有一次个个人都有份了 然后这一张 有那么一个机会 叫我去考那个 西港区的少年宫 就考到那里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能啊 自己的一些 你自身可以带一些优势啊 都可以去那种机构 可以发展自己的潜能 但是我那个音乐老师啊 把一张就是说 邀请卷摔在地上 就是恶狠狠地被我摔在地上 给你就去吧 就是说很不情愿地给我 但又没有办法 没有理由 不可以不给我这种感觉 当时我幼小的童年呢 就烙上了很大一个烙音 就是到死那天我都不会忘记 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表情呢 我深深地埋在这个 心里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今年都四十五六岁了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呢 当时我特别不急 因为当时才几岁嘛 上小学你想想 我这个音乐老师呢 我忘了他姓什么了 但是他的样子 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有一个外甥 他自己本身没有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体育老师赵兰天也没有孩子 他也有一个外甥 叫赵英杰的跟我在一起玩 我这个音乐老师也有一个侄子 还不是外甥什么 叫徐大林的也跟我在一起玩 就这么一个奇怪的小学过程 而且他们特别恨我 我也不知道恨我什么 我幼小的心里就是 落下了很大一个创伤 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长大了 受了这么多年的迫害 我才回想起来 可能跟我的 就是说个人背景啊 或者是我的身世有关系 否则他们不会那么恨我 凡是在那个七八十年代 可以当老师的人 都是有中国背景的人 我不知道 我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觉得我这是最开心的日子 还是在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天真无邪嘛 学校里边 虽然我就是说 我学习不是很努力 但是说你说要毕业 应该是小K子 因为没事 我在学校里跟同学在一起玩 那时候是最单纯 又单纯又天真的时候 我们度过了那几年的时光 我记得有一次上学 我喜欢剪头发 就给学校的班级里的五六个男同学 中午吃饭的时候 给他们头发全部剪了 剪得像狗啃的一样 参刺不齐的 然后下午去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问他们 谁给你们剪的头啊 因为我还打了定型 炸娇啊什么的 都吃着 挺搞笑的 因为剪得不漂亮啊 然后我记得我们这个同学啊 六七个同学 在外面罚站 一个月没有供出来我 看了我人家还是不错的 小时候就傻乎乎的这样 瞎胡闹瞎胡玩 长大了以后还是这个性格 永远长大 所以说这个性格也是害了我 敌人来攻击我害我 好多人都在旁边嫉妒我 妒忌我 都不知道妒忌我什么 其实我是一个痴障人士 他们妒忌我什么呢 我找到了原因 因为他们好多东西不如我 他们不是能力没有我强 而是他们的心灵离我干净 所以他们妒忌我也是可望不可及的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 所以我还是挺怀念我的初中生活的 虽然我那个学校的那个 初中二年级的那个老师叫崔凤宁 我特别讨厌他 大屁股 他对我特别有敌意 我也特别讨厌他 我特别喜欢那个 三十四中哪一个老师啊 就一个叫古福荣的一个老师 长得挺漂亮的 他叫化学的 他对我蛮不错的 说实实在话 对我真的不错 就是说人与人的感觉 从第六感觉都可以感受到 可以感受到 那种彼此之间互相欣赏的感觉 他对我真的很好 我也曾经去过他家玩 他有个儿子 胖胖的 挺可爱的 但是他的老公是军人 是军人 也不能说是但是 但是 起码我跟他有一个 从情感方面 我觉得 彼此之间都挺喜欢的 不知道他现在有苦的 忽然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就走在这商场里想起了我过去的事 跟大家谈谈的 我在初中的那个童年生活还是挺开心的 学校有几个同学 我也挺留恋的 但是 自受迫害以来 同学有同学会 我都没有去参加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在这个中共的体系下 在这个东方快车的这个 谋杀的这个 这个背景下 我又能如何去做呢 我只能是坚强的活着 能活一天算一天 没有别的办法 我最庆幸的是 在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认识了北京的张扬 就是说 我不管他是什么背景 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亲自去了他的家里 也是 社会条件也是很困难的 可以说 就是说 可以说是低收入家庭吧 在 在那个大陆都属于低收入家庭 我在看看我这么多年受的苦 我的心 我都想流泪 真的想流泪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样心里善良的人 能受到今天这样的 惨无人道的迫害 难道老天就不开眼吗 难道外国这些洋鬼子都不开眼吗 他不是人吗 他不是人造出来的吗 对不对 我真的特别感慨 就连这种保安我都没得做 之前我去考保安牌的时候 那个 然后我考到了牌之后 那个导师说 这么好好彩就被你考到了 算你这些一定是好 然后别的同学都有人介绍工作 而我没有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他就对我这个高科技武器 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了 我西院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很 噩罗多姿很 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但是我今天变成老大妈也无所谓 我相信人活着不是为了一个外表 而是为了内在的一些东西的信仰 所以说我心里不在乎 以前我 可能是一天三三都不吃一乐米 怕自己发胖 但是我现在无所谓 我无所谓 我不化妆 我可以走出门去面对每一个人 知道吗 完全的这个 对这个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还有我自己的那个人生观价值班 全部改一遍了 以前的太傻了 你知道吗 哎呀我无所谓 我也不怕丢人 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把最真实的自己露给大家 好过那些海外的穿西装打领带的 对不对 整天面对着镜头胡说八道的 满脸长麻子的 无人子弟的 所以我无所谓 我今天真的很有点气氛呢 为什么 比如说我我读书是不怎么要求上进的 张杨那种啊 在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之前 都把好多大量的书都看完了 就这样的人才 今天受到这么多的迫害 这个世界就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了 不管怎么样也说好吧 凡是能跟我共同度过困难的日子 我都不会放手 直到我死的一天 我都不会放手 我就是这么想的 最后呢我要祝愿我的家人 我的家庭成员 包括所有的人 我要为他们祈祷 希望他们能度过难关 好好的活着 你可以不跟我西约来往 但是你每每想起我西约遭受的痛苦 你们都要好好活着 每个人不能白受这种罪 白受这种痛苦 这个神一定会告诉你 他受这么多痛苦的意义 所以大家会好好活着 光明一定会战胜邪恶 我跟你说这么多 我跟你说这么多